而解放军持续对台周边进行演讯 国军除了在海空域严密的监控 开始强化本岛的防卫作战部署 在8号深夜中心新闻独家执集 有6辆的云豹装甲车就出现在台北市的街头 在大批警车的戒备之下 开往了松山指挥部的方向 画面上你可以看到凌晨12点 台北市明泉东的街头没有什么人车 但是呢有警用普通车当成了前脑车 在一辆军用警服车开过去之后 接着就是一辆又一辆 画面上你看到云豹装甲车 因为交通管制在明泉东路 一路都是绿灯畅行的 让云豹装甲车可以不用停车 快速的往松脂部的方向开过去 但是在松脂部的门口并没有献兵来迎接 至于说这6辆装甲车 是不是要来换防驻守松脂部 或是有其他任务不得而知 但是呢时机敏感依旧还是引发关注 不过献兵斯林姆表示 这是类型的战术训练 XO战不简单 它必须要入住澎湖洗来灯总统套房 你才可以吃到尝上这么一口的顶级XO象 好扫描这个QR扣 或者要上快点购 你就可以享有折扣 把顶级的XO象给带回家 好扫描这个吧 好扫描这个 好扫描这个 好扫描这个